有民众搭乘基隆市的公车时忘了招手 导致司机不确定他们是否要搭车而关上了车门 乘客上车之后立刻和司机员爆发口角 还投诉驾驶态度不佳 索性监视器画面还原了真相 也还给司机员一个清白 我不晓得你们要上车啊 你们去中期要上车 你们知道没有招手没有干嘛 我怎么知道你们到底在干嘛 两名乘客推着行李 一上公车立刻和驾驶吵了起来 乘客一路骂回座位 还要司机专心开车 双方火气这么大 原因就在上车这一瞬间 公车近站两名乘客不但没招手 还在一旁整理行李 导致驾驶无法判断乘客是否要搭车 而关上车门 直到这两名乘客上前置意 才再次开门让他们上车 让乘客气得投诉 如果手提行李不方便 也可以用声音跟我们驾驶同仁示意 一边工作起来会比较新会议的 这是一定会的 对于司机来讲怎么可能不会呢 所幸公车处调阅监视器后 还司机一个清白 只是基隆公车遭投诉排不止这一起 也有人说在公车会车时 竟然停在路中央 而且态度又不佳 基隆市公车处解释 因为该路段正在施工 停下是为了避免车辆碰撞 期盼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心 记者蔡志恒 基隆报道